为何中国武器受各小国青睐 又一款武器成为代表 火箭炮也能垂发 全球独此一份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中国在军工方面 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除了尼日利亚的VT4 如期交付以外 缅甸同样也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武器 为何中国武器受各小国青睐 缅甸的这款武器 就成为新的代表 因为全球就中国能做到独此一份 据最新的报道显示 缅甸陆军终于获得了 首批中国制造的神鹰400 短程制导火箭炮 这款火箭炮系统 在航展上首次亮相的时候 浑身上下就充满了令人疑惑的地方 并且相关工作人员 在介绍的时候也十分模式 这款神鹰400火箭炮有两个特点 其一就是传承中国火箭炮 优良传统的超远射程 而另一个则是全球就中国能做到 独此一份的垂直发射系统 一般的传统火箭炮 在旋转机构动作下 采用倾斜发射模式 而神鹰400却打破了常规 火箭炮也能进行垂直反射 实现全方面无四角的覆盖 这也让其在当初的展会上 还一度被人们误认是红旗16 而闹出了笑话 神鹰400就完美地解释了 中国军工为何能受到各小国的青睐了 一般能垂发的都是导弹什么的 而中国的火箭弹就可以 似乎也意味着中国的火箭弹 能实现导弹的效果 根据公开的消息显示 神鹰400出口型的最大射程 不会低于200公里 而我军的自用型号最大射程 可能不会低于400公里 正是这样卓越的品质 中国的火箭弹系统一直身上各国的喜爱 正所谓富国玩导弹 穷国就刷火箭弹 各国的武器设计区分方面是非常清晰 而神鹰400的出现 也能让一些国家只花火箭弹的钱 就能得到堪比导弹的强大装备 对此国际评论上对中国也是一片称赞声 中国总能超出期望 而这一切也都是中国速度的体现 我们都知道在2020开年的这段时间里 中国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困扰 各方面几乎都陷入到停摆的状态中 但不论是VT4的交付 还是神鹰400的交付 都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因此可见中国强大的军工能力 也让人了解到什么是中国速度 就像尼日利亚中将阿迪奥森 在接受VT4时感慨的那样 感谢上帝他们现在到了 国际评论称 从中国的快速的发展上看 上帝似乎就站在中国的一边 他们得到了眷顾